啪啪姐说冷之事 在我们的喉咙深处 一直隐藏着一个被人误解的器官 如果我不说 你是不是以为它就是扁桃体 其实这个吊在喉咙中间的小肉球叫玄庸锤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小舌头 在地球上的所有生物中 玄庸锤是人类独有的器官 它的用处可不止挂上去好看那么简单 它在我们的呼吸和消化系统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每当我们进行吞咽动作时 玄庸锤可以在吞咽机讲话时关闭上了 具有防止食物或液体进入鼻腔的功能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平时吃饭时不会被呛到的原因 其次 玄庸锤表面覆盖一层粘膜线体 在我们吞咽或讲话时 它能够迅速产生大量唾咽 有利于加湿吸入的空气和润滑食物的作用 同时玄庸锤也具有协助发音的功能 它的内壁肌肉有一定的运动规律 在唱歌和外语发音上发挥出极大的作用 也正是因为这个器官的出现 人类才能发出各种各样的声音 值得一提的是 很多人睡觉打呼噜也跟这个器官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在睡觉时 鼻腔吸入的空气会通过喉咙进入肺部 很多打呼噜的人是因为呼吸道结构狭窄或软额肥大 空气在通过狭窄的气道 使与软额和玄庸锤相撞并引起颤抖 也就产生了那地动山摇的憨声 这回终于知道掉在喉咙中间的小肉球是什么了吧 你学到了吗 你学到了吗